我们现在去过早 但是到吃饭的地方估计已经11点多了 所以这一餐姑且就叫它武汉brunch 然后我们要去打卡一家武汉热干面的网红店 叫赵师傅天天红油热干面在凉泡街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热干面可以拌酒这里面还有小汤圆呢 然后这一家的网红是这个油饼包烧麦 我先来吃一口 油饼很脆 而且它里面好像包了四个烧麦 好吃的很推荐 它烧麦做的也不错 油饼做的也不错 然后外脆里面是那种软软弄弄的 看看它的热干面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热干面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觉得普遍哪里的热干面 有楼下的热干面都做的好吃的 然后热干面就一定要配淡酒 吃一口 我觉得这家的油饼烧麦值得一试 基本上就是肯定要排队的 我今天也排了十几分钟吧 在快40度的天排十几分钟 吃到觉得排得还不错 最后一口收尾 我们现在看到武汉长江大桥了 上面走的是那种公交汽车之类的 下面是走铁路的 能不能看到长江 看得到 我们现在来护不像了 之前就是看有人说 护不像武汉本地人不会来嘛 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平时过早 不会特地跑到这里来吃 是不是都在楼下就解决了 但我觉得游客来护不像 还是挺值得来一趟的 因为这边就是汇集了很多武汉的小吃 而且有一些是很正宗的 现在是中午 然后又有点要下雨了 人没有那么多还挺好的 这边有几家老字号四季美 就是吃汤泡的 蔡林基的热干面主要是 它的芝麻酱是黑色的 护汤粉跟油条一起吃 但我们太饱了就不吃了 蔡明伟热干面 就是说是蔡林基的创始人办的 然后跟他们分家了 找到了 鹿米爆热车 糯米爆热条 就之前同学来武汉 他们除了就是比较喜欢吃豆皮以外 都很喜欢吃这个糯米包油条 虽然糯米包油条可能不是武汉的 可能是南京那边的吧 然后它这个是怪味的 又有甜又有咸 里面有土豆丝海带丝榨菜 然后酸豆角 然后还有裹着糖啊 还有芝麻粉之类的 很香 好满足 外面突然开始下雨了 我们先躲一下雨 我这次是专门过来买糯米包油条的 但大家如果就是来武汉旅游 在乎不像 你就可以吃什么热干面啊 豆皮啊汤包 烧麦 护汤粉 然后糯米包油条 还有一家炸面窝的也还不错 然后它面窝里面是有那种瓷巴的 所以非常大非常扎实的一个 然后我比较推荐你们来往 护不像之后 就可以去看看旁边的长江大桥 然后在桥上走一走 如果天气好的话 可以看到黄鹤楼 然后后面你们再下去 从就是武昌江滩这边 坐轮渡 坐到汉口江滩那边 然后就可以在江汉路江汉关那边 玩一玩 对 就像一个经典的半日游 一日游一样的 我现在来喝这个重庆网红饮料 一只酸奶牛 下面是紫米 然后酸奶 还有绞尽的这种还可以 这个咸咸辣辣的真的超好吃 我们现在在大桥上了 下完雨之后有变凉快一点 这就是龟山电视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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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吗 我没有啊 打架了 打架了 你看到没有 打架了 所以就把他们看得到 打架了 已经一张 一张 我还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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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看到 力气 太水了 我感觉现在的爪子又变筋了 就是当你抓起来的时候它又松了 我自己有一段时间就在哪里抓 都特别好抓 现在又不行了 它这样子只会声音越来越不好 然后后面它又会变得好抓的 来试试这个生烫牛肉面好不好吃 加了好多配菜 就在锅光底下 你试试它的牛肉是生烫的会比较嫩 我肚子还没好的 赶紧吃 它生烫不是生的意思是熟的 只是比较嫩而已 汤没啥味道 这个 但牛肉还可以 真的 牛肉挺嫩的 这好像是原来一家老子后的 生烫牛肉面店改名字的 然后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吃 可以点它的粉吃 因为它的面有点不入味 走着 看看好不好吃 拿了一个乳酸赖月梅的 中间是这样的 蟹不是特别多 就是它里面也是比较干的那种 不是特别湿嫩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 我觉得没有藏杀那个手感麦夫好吃 那个手感麦夫真的就是我喜欢的欧包的味道 我们现在去雪松路吃饭 吃蟹饺热干面 路美食街 那雪松路呢就是在汉口这边的像美食一条街一样的 然后什么亮亮真虾巴驴龙虾这边都有老街烧烤 然后沈济 还有我现在路过的这个夏市沙锅 我看一般到了晚上六七点的话也很多人 这个应该就是吃炒菜吃牛蛙什么的 还有很多就是吃粉啊 是什么的 反正这边就是一排两面全是吃东西的 蟹饺肉干面我们去年吃过一次 今年再来吃一下 去年 裂子 刚刚说的我们还每年都回来了一次呢 呀 走走过马路 就是对面这家省稷 这个花甲有股芥末 嗯 对啦 可以 对 两个花甲挺好吃的 我也是这次回来吃 我觉得花甲凉拌的还可以 那你 Pronunciation 你还吃 troops 我60几公斤了 我的天 然后我这个裤子上面 一共有7个扣子 已经掉了4颗了 全部被崩开了 加了粉面像个新的一样 震惊我了 凉膏 应该是冰的吧 凉膏是啥做的 冰的 下球球 为什么现在牛蛙比我想象中都要小呢 原来这的牛蛙都好大一只蛙 牛们真是蒜蓉 猪脑糊 沙沙的面很滑一些 有点像那个金沙玉米 是的,一样的味 现在牛蛙为什么都不带皮啊 我喜欢吃猪 是我的脑坑 是我的脑坑 猪的脑坑 咱们拿着ricting 我就是全场最好吃的 我也开始锅 affects摩饰了 Burl me dola Burl me roll 香还在点甜味 烫粥粥 那可不一定有眼神就关了 几岁了 说爱你 爱你 耳朵 鼻子 鼻子 嘴巴 嘴巴 包包呢 包包呢 包包 你好包 哦 咋啥啥 妹 不 Eu ingen David 妹 妹 学院好 妹是这个那个 继续 sigh 轻轻的 轻的 轻 轻点啊 是不是黄指导演奏 是的 我们现在来小评报看电影了 看那个西红柿首付 我刚刚去点了一杯一点点 因为我之前喝一点点都不是觉得很好喝嘛 所以这次就是看别人攻略 点的是四季奶清加冰淇淋 加波霸去冰三分堂 来试试看看这次跟着攻略走怎么样 如果再不好喝我就不会再喝了 你觉得一般满嘞 我身上了 我身上了别看了 饱饿还喝到我身上了 还离这么近生气的让命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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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吃到了我的卧米花 一到电影院旁边就特别香 比国外的好吃多了 我妈在做蛋糕 据说这是关键时刻所以我又不打扰她了 免得她做不好把我打死了 鸡蛋的味道 她还会变高吧 她这样子不会变高了 要你的膜子高 边上高 她就沿着边上可以上 然后这里有个她说很好吃的小李发糕 我来试一下 然后这发糕有八个味道 有四个空了 被我老公和我妈吃了 我现在来试一个 好吃在哪儿啊 就是发糕啊 现在就发糕的味道 我一直都不太喜欢吃发包 发包 我喜欢吃肉包子 有肉才行 这是我妈做的监狱状的蛋糕 钢琴状的 吃必须发出赞叹的声音知道吗 好奇就沾团不好奇 沾团个慕斯特 这蛋糕是零差评的 不能说不好吃 不然她就不想再做了 趁几蛋糕也比较多了 嗯 老年人的 就是比一般的蛋糕要软 但是跟芝士蛋糕不一样 芝士蛋糕特别软 这个又有远近的 这是加了芝士的 嗯 蛋糕好吃啊 发糕好吃啊 蛋糕 狗嘴子 荣誉勋章 社会人手表 怎么玩 怎么玩 这那里现在是奶人吗 对啊 现在最流行就是手表 你今天带着吗 好 我等会就戴着 一个就是奶片 一个是它的壳子 哇好香啊 这个奶片 加的 哇 它奶片都做的猪的样子 嗯 这个奶片味道还可以 你试一个 我不想试 完了 这个手表 完了 戴不了 太稀了 手太粗了 憋不住啊 你待会我给你带这个去吃饭了 对 我就是戴这个 给每个人吃一粒 今天是我们在武汉的最后一个晚上了 然后我们刚才在光谷和我爸的同学吃完晚饭 嗯 我们现在跑出来要去东湖绿道拽一下 但去之前我就想去一下我高中的学校看一眼 因为我好像毕业之后 十几年毕业 09年毕业之后 9年都没有回学校看了 然后他又在这附近 所以我就想去门口看看 然后我刚才问了一下 就现在好像高三的学生都还在补课呢 我们刚才把车停了 然后经过一个小门 问那个看门的师傅能不能进去 他说现在是晚上不能进去 所以我们现在就到正门去看一下 到门口合影一张算了 不让我们进去 那个学生可以进去 诶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进去啊 当当 到了我的高中母校 然后发现这里可以进去 我们静悄悄的溜进去 我们进来了 耶 来 带你参观一下我们学校啊 我们原来都是在靠这边上学 那边有教室 但你看那边就是安的嘛 估计这边是高三的在上晚自习呢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个滑字 嗯 我看到了有学生晚自习的时候在散步 这种事情我也经常干 如果晚上学不进去的话 就是在没有下课之前 就出去溜一圈 一般两个晚自习中间 会有一个课间休息的时间 那个操槽上就有巨多跑步的人 冬河如果有个老师问是哪个班的 就说是31班的 这边里面都是高三在晚自习的人 然后应该是10点多下晚自习吧 好辛苦 高三党加油啊 加油加油加油 看到他们英语书写比赛了 好久没有写过这么整齐的字了 我原来在的版 高三十二 开水房 厕所就不拍了吧 我现在就在往食堂的方向走 我记得就是每次中午放饭下课 大家奔饭的时候就奔到食堂去 我们班上有个同学在路上摔了一跤 然后等他再醒来的时候 五秒钟清醒的时候 他的饭缸已经飞到五米圆以外的地方了 那是我高一听到了最好笑的事情 这边也有人 这里有一个航空班 在这边 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没有这种航空班的 哇塞 以后都要开战斗机的人了 这边就是我们的食堂 学校的伙食都还是不错的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后面有高三的那种营养餐 然后当时不是高三的时候就来吃 开水平台 对啊 开水房 就是每天晚上下晚自习去打开水吗 应该在那前面吧 你看 散落的开水壶 小猫 哇我我害怕 天大路不要跟着我 他好瘦 哎呀找他 跟他别跟我 亲爱的 我记得原来学校里就有猫 然后就会有人给他们喂牛奶啊什么的 我之前就住这个宿舍 就是离那个食堂最近的 也是离教学楼最近的宿舍 但是好像我们的后一年这里就变成了男生宿舍 现在又变成女生宿舍 但是我只有高一一年在这里住 后面就走毒 买个酸奶喝 yes 这个畅油好酸 我记得我原来大学的时候特别爱喝畅油 然后有一次我买了一大瓶一升的 以下喝完了 后面拉得爽死了 我的妈呀 我们等会准备从不让我们进来的那个门出去 如果那个大哥不让我出去 我们连贿赂的礼物都想好了 就是 现在就要看师傅 让不让我们出不去了 谢谢 yes 师傅帮我们出来了 下一站东湖绿道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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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不玩 我没没说 快到了 你实在不甩 他不是开手成功了 锁怎么没开呢 快点往前后手开 影子在这儿呢 影子在这儿 下坡的时候都不用自己骑的 更爽 我感觉你的车比较滑 对我车超好骑的 我的车有压死 你车这个小轮子的感觉 这是很小 就是你骑一圈 它才走一点点路 你知道吗 除了曹多汗 我觉得如果在武汉每天来这里骑车 夏天就可以减肥了 现在已经晚上10点多了 所以都没有什么路人了 整个地方都超级安静的 就我上一次跟我爸妈过来骑行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棒 因为这里就是 是禁止汽车通行的 只能行人行走 或者就是骑自行车 所以你在东湖绿道的时候 你在一路上 不论你是骑车还是走路 你能听到的就是自然的蝉鸣 昆虫叫 然后人们说话的声音 还有自行车 这个叮当叮当的声音 还有偶尔大家可以听到 现在有人在工放音乐的声音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切声音听起来都是挺愉悦的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如果来武汉的话 可以来这个东湖绿道玩一下 就感觉回到了很原始的那个年代 然后很棒 就感觉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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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感觉回来了